笑笑 咱们得快点啊 一会儿保安他们吃完饭 就该回来了 再找下办公室的摄像头吧 找一下 我走了以后呢 好 好奇怪啊 怎么了 笑笑 那天晚上十一点之后的监控文件 全被删掉了 那那段时间肯定有问题啊 没事 咱们再看一下大门口的 那边应该也能排到办公区 再找找 找到了 我快进一下 好 等一下 我后退一点 哦 好听 就这儿 放弹 这个人 这不是 再放弹 是他 丑宝 咱不是说好了周六吃 好 好好 周日周日 哥哥听你的啊 李智杰先生 宝儿 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 好 你谁啊 什么东西啊 神神秘秘的 眼熟吧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有事吗您 邮箱里面的东西 我都看过了 笑笑 怎么才来 人早到了 人呢 哪儿呢 往街边去了 走 看清楚了吗 除了他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 就他一个 鬼鬼祟祟的 不过这里离鲍瑞很近 我觉得 应该是见他们的人 上次查监控的时候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 不过没有证据之前 千万不要乱守护 明白 咱看就知道了 走 李智杰 放下 走 我今天有脸皮一直在跳 感觉很不好 感觉很不好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一直在做梦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骆先生 晓晓 你看 你叫我来做什么 骆先生 我没有敌意的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 您能查到那个邮箱的注册地在国外 你很厉害 我很喜欢跟厉害的人交朋友 你跟我 不好意思 你不配 你不配 骆先生 您虽然在邮箱里看见了我的邮件 但您怎么证明邮件是我发的呢 所以 这个事情在我看来 我觉得就是诬告 只要是你做过的事情 总会被发现 你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证明吗 骆先生 我劝你做个聪明人 这件事情你不说我不提 我们这算不打不相识 以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挣钱 什么意思 骆家豪 原来是你们串动在一起偷我的设计 晓晓 你别误会 你不用解释 我不想听 是我太傻了 亏我还把你当朋友 晓晓 晓晓 你去哪儿啊 我想一个人静静 玻璃心还想挣大钱 喂 她没有同意 晓晓 你又来干什么 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 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你刚才看到的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啊 那你解释一下你和李志杰怎么会认识 我并不认识她呀 我并不认识她呀 我是因为你呀 你在调查我被抄袭的事 而且我很确定这件事情跟李志杰有关系 但是证据还不足 怎么证据不足了 我的设计图都在里面 你看 这只能证明这个邮件 是李志杰发给王泽的 但不能证明是他亲自发出来的 什么意思啊 这个邮箱的注册ID 不是实名 而且是在国外注册的 他可以说是我们在诬告他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在公司的监控室里 看到我离开公司后 他是最后一个从前才离开的 只不过能拍到我工卫的那个监控摄像图素材被删除了 别担心 我会想办法找出更多确凿的证据 好吧 至少 本姑娘相信你跟她们不是同伙 但是你知道吗 你刚才出现在那儿真的吓我一跳 这么说 你紧张我了 瓜里 你 想得美 不行 你得补偿我 好吧 谁叫我们是山城啤酒 知心朋友吗 可以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时候觉得你很熟悉 而有的时候又很陌生 你 你 你要怎么补偿我 你 你要怎么补偿我 跟我走吧 去哪儿 先不告诉你 小气鬼你就告诉我嘛 去哪儿 跟着我就可以了 你就告诉我嘛 耐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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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